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之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脑洞大开的奇幻电影《明界警局》 剑剑是个清贫的警察 某天晚上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 并在树下面埋了点黄金 为什么这么偷偷摸摸的呢 因为这些黄金来路不干净 是他和搭档一起私吞的脏物 第二天良心过于不屈的剑剑和搭档说 他想退出去 并保证自己绝对受口如瓶 但是搭档知道只有死人才守得住秘密 于是他趁执行任务时 将剑剑干掉 伪造出了剑剑因公殉职的假象 然而不知为何 剑剑身中竖枪却没死透 当他清醒后 分线整个世界的时间都静止了 自己被吸上了天空中的巨大漩涡 通过隧道进入了一个比较严谨的房间 女警官告诉他 这里是明界警局 专门抓那些死去的设法逃脱审判的人 也就等于是重回人间抓恶鬼 刚好剑剑有他们需要的技能 所以明界警局给他选择的权利 接受审判或者加入他们 当剑剑听说能够重返人间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加入 因为他心心念念着自己美丽的女友 女警官效率很高地给他分配了一个搭档 老头罗伊 罗伊也很效率地通过马桶 但剑剑回到了人间执行任务 而剑剑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参加自己的葬礼 他见到了深爱的女友 可是女友和葬礼上所有的同事们 都好像不认识他一样 罗伊告诉他 他现在在人间的形象已经不是生前的样子 而是一个造了头子 他跟熟人解释的那些话 也会变成胡言论语 当然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然并不是所有名界警察 在人间的形象都长成这样 比如罗伊的形象 就是个金发闭眼身材娇好的大美女 那么问题来了 老头加大美女 这什么奇怪的设定 灰拖率也太高了吧 老油条罗伊带着新手剑剑 来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办案地点 非常利落地抓到了一只恶鬼 但是这只鬼不认命 从冰箱里抓起一把金字就往嘴里倒 直接从几十层楼高的建筑跳了下去 毕竟他们都是以死之人 这样危险的举动对他们造成不了任何损伤 不过他不可能逃得出老油条罗伊的手心 立马就被消灭成了渣渣 幸好那些被他吞下去的金字并没有被毁掉 渐渐发现 这和埋在自己后院的是同一种东西 这金字背后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隐情 于是双人组开始逐手调查 罗伊将金字交给自己的线人询问线索 没想到线人竟然将这块黄金 交给了生前开枪打死自己的搭档大魔王 大魔王来到了渐渐生前的家 埋在地下的黄金 然后将这些黄金都给了一个恶灵 宣足立刻拒不恶灵 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个恶灵的战斗力如此强大 两个人都差点不是他的对手 这场大战在人间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 恶灵这样的分云人类引起了人间的恐慌 冥界警局通过调查 得知那些黄金是邪恶的神器 能够逆转人死后通过的那条隧道 让冥界的所有恶灵全部下放到人间 届时世界将毁于一旦 不幸的是这对对家拍档 还因为在人间制造的暴乱被停止处分 但我命由我不由天 渐渐不会就这样轻易的狗带 在罗伊的提醒下他意识到 大魔王肯定是在身上带着什么隐藏身份的物品 才会让渐渐跟他合作这么多年 从来没发现过不对劲 因为恶灵接触的东西会极易腐蚀 所以当大魔王取下他隐藏身份的物品后 他住的房子瞬间就变成了一座废墟 双足带着大魔王和他的屋子里的黄金 回到警局交差 没想到这一切都在大魔王的计划之中 他的目的就是将炸弹带进明界警局 然后抢走所有的黄金 在人类打开明界的大门 可他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正义必胜 在渐渐和罗伊的合力下 他们用汽车砸坏了那个 开启明界大门的神器 大魔王计划失败 被渐渐一枪爆头 再又无法违活人间 明界警局因双人组拯救世界有功 恢复了他们的职务 罗伊也通过这次行动认可了渐渐这个新人 他知道渐渐不喜欢自己在人间的老头形象 于是走关系 给他搞了一个新的身份证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小小年纪出来开车不太好吧 真的不会开着开着就被警察叔叔拦截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到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影 下期见了